只不過是說,如果那間屋,你維持了一個自住 你一定是自住的,你後來沒有做任何紙張 你就去聖學施居住 那究竟這間屋是在你現在的居住呢? 還是在那個居住呢? 總而言之是跟居住 於是它就會定義你的居住是在聖學施,還是在三萬市 那如果你這間屋賣了,那個居住就沒有了 就不會自動說,因為三萬市那間屋賣了 那你又沒有登記到聖學施居住那間居住 所以自動去聖學施居住就沒有這回事 所以那個Homestad裏面這個表呢 是有了那個地址在這裏的 County of 地址,Street name 最好呢,你們在Deed那裏呢,是貼上去放在這裏 就不會錯,而不要只寫950Tera 為什麼呢? 因為在那個Recorder Office 如果它不是950,是952的時候 這個Homestad就沒有用了 而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は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